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简略的方式全部的说明 太难了 所以我在想 现在我应该要介绍的就是 主要的这个撒迦派的五个主司 简单的说明一下 然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次的去研究 然后陆陆续续把它弄出来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感觉 所以我就选择了 不讲完全 全部 不讲全部 就讲一点点 而不是讲整体的 而是讲前面的一部分而已 因为撒迦派 它的这个名称有三个名字 一个叫做奈子 那是天的种子 天的种族 另外一个叫做坤 就是所有的宽敬东具 另外一个叫撒迦 所以三个 这三个名称是非常的耀艳的 在这个西藏的种族里面 或是社会里面 非常非常的有名的 大家都很尊敬的一个 一个家族也好 或是一个教派 那这当中的第一个 天的那个中心 为什么是天的中心 它的来源是哪里 它的天不是色界天而来的 它的天不是欲界天而来的 它的天是色界当中来的 色界有十七个 这个应该是怎么说呢 天界当中 它是第三界 有一个叫做自光天 那从那里来了三个 来到了人间 作为人间的王 就是国王 然后引导这些人间的 从那里开始 就有了所谓的天的种族的 它的好几代行走 脚不落地的 就是在行空的 天天里面行的 就如同那个天人一般的 那是天 那另外一个是坤 坤是怎么来的 坤是什么 坤那是藏文的音译 所以是坤 那实际上 它的含义是仇恨的仇 因为这个天的种姓的 他们的某一世 某一个这个某一代的人 跟这个某或者说叶叉结了丑 把叶叉的一个网 叫做圣摩叉妹 就是无邪的一个叶叉 把他杀了 杀了之后 娶了他的老婆 然后生了一个儿子 那就是坤巴西 那就是说 因为天 因为他是天嘛 对不对 天跟这个某结了个球 中间出生的 所以叫做坤巴西 那以中文而言的话 是仇奸生 就是仇的中间 或者仇的过程当中出生的 所以坤的这个 名称的来源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坤氏的家族 在这个 莲花生大师 跟还有 堪秦布达萨多 就是所谓的静命 他们来到了西藏 就是那个 赤双得争的时候 来到了西藏 然后西藏的人 第一批出家的 有七个人当中的 一个 那叫做龙王虎 他 他是那个坤氏的 所以 他的那个 祖 是 非常非常 古老古老的 一个 而且 就是 撒加派之前 之前的这个坤氏 他没有这个所谓的佛学 是一个一般的 但是 真正的进入了这个佛教的 或者说对佛教有贡献的开始 那就是此中得争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龙王虎的 那这一位出家众开始就是跟佛教有关联的 或者说息息相关的 他的时代好像是公元七百七十九的时候 那 接下来就 有那个 撒加的这个名称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 天的总是 还有坤两个嘛 对不对 接下来是撒加的来源 撒加是什么呢 撒就是地的意思 那么 撒加的话 下这个 有一定的像 那个 淡黄啊 或者是 黑黄 就是有一些 它是比较淡的意思 淡就是没有 颜色没有那么浓的意思 但是 一般的人会说 那个白色的 也被称之为 撒下 用个下的意思 那 这个 有一个叫做 昆昆彩脚脚 那是撒加第一组的父亲 他叫做昆昆彩脚脚 那这个昆昆彩脚脚 那这个昆昆彩脚脚 它是学什么的呢 学这个 旧密的 就是旧的密称的 就是 淋麻的 然后 学习旧密 然后也很喜欢 学习新的密 因为那个 大概十几年左右的时间 非常的流行 这个 传这个新的密法 所以他也学行经的密法 然后他就 到了一个地区 看见了 一座山 另一座山的 后面 是一个白色的图 所以呢 在那里建立的寺庙呢 被称之为 撒加寺 所以这个撒加派的 撒加寺 因为地名而形成的 那他就是住在那里 然后学习 新和旧的很多的密称 建立出来这个所谓的撒加派的 出头是这样来的 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兴盛 所以他也不入为所谓的撒加的第一组 第一祖先 他是 新元1034年出生 那个时候 建设了这个所谓的撒加寺 那 因为他某一天 看到了 一个节庆的时候 看到了很多的 这个密救师 什么是密救师呢 就是学习密称的 而且他不是出家的 他是在家的 然后 他们 他们 带了很多的 护法的 这个 面具 然后手上 持了很多的法器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谓的 金刚舞 什么之类的 那他就告诉他的 亲哥哥 他亲哥哥也是 学 那个 宁玛的 然后他哥哥就感叹的说 现在开始就是这个密称衰退的时候 出轨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很规规矩矩的上来的 他就有一点点就是犯规了 因为密称不是这样子的 就可以公开的 所以他说从此不会有 因为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密称 然后成就的 所以他就告诉他说 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密称的 法本也好 或是法器也好 或者是一些佛像等等 要把它埋起来 就所谓的埋为福藏 然后他就告诉 这个 昆昆圈教博说 你呢 去 巴日义师 一个 巴日落赵是一个 很有名的 那个时候很有名的 一个意识翻译师 你就去那里学习 因为据说那一边的 或是那一位 意识 对于这个新的密称是非常的了解 通达的 所以你去那里学习 因此呢 那这个昆昆圈教博 他就去 把日落赵那边 然后 学习了很多的密称 而成就的 一位上师 叫做昆昆圈教博 那 他的 儿子 叫做 那是 撒家五组里面的第一组 他是 1092年出生的 一位上师 简称 简称 被称之为 撒倩 那么 撒是撒家的 对不对 倩的话是大的意思 所以呢 就是撒家士的主持 撒家士的大师 因此被称之为 所谓的 那个撒倩 他呢 就 通过 他就 一人 在同学 里面 还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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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